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鄭知道了 林俊東在上一次的縣市長選舉 老實說選了歷史上破紀錄的好 那時間過得很快 現在2018年要選管市長 那麼有些管市 不知道發生什麼問題 竟然發生危險的狀態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管市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別的來賓 為什麼因為他很久重電視 特別是這種談話性節目 以前人說叫他兒子 很年輕 很厲害就對了 什麼人呢 他是民進黨的立委陳明文 陳委員 陳委員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孫娜仙 像我講我的孫娜仙你知道嗎 跟大家說23歲選管議員 對不對 對 加議官 管議會議長28歲 28歲 28歲 28歲有的人研究三位比 你幾歲做官議員 你幾歲做官議員 應該這樣說 23歲做官議員 27歲做官市合併那個時候的議長 31歲做生議員 連進三次 然後才來做立法委員 40幾歲做立委嘛 最後才回來選管長 40幾歲還選管長 一直到現在 連進三次 立法委員 差不多已經41年了 有有有 沒有了 沒有了 OK OK 好 那 所以今天 要藉重他 對政治的了解 當然 他是民進黨裡面 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 好 那麼 我們另外邀請到的是 臺灣師範大學政研所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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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侯瑜好 大家好 好 以及這個資深的媒體人 陳敏鳳 敏鳳你好 大家好 以及新新聞的副社長陳東好 東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是前國民黨的立委 羅蘇磊 羅委員 羅委員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可以請到東好嗎 雖然也是立委 立委有民進黨幾歲 六十八 六十八 立委也有大小腳 有 這腳多大腳 這 陳敏鳳算是超重量級 超重量級 不是指體重 好 腳 爺子穿幾號 超大腳 那 那天啊 我有請到總統專訪的時候 那麼說嘉義啊 那你跟張花冠縣長 其實嘉義縣其實有鬧分裂的可能 好 那麼 啊 我有跟他問說 你兩個有找來講嗎 他說有 他說 你說你說什麼 他說四地下講 好 可以請教一下嗎 總統跟你講什麼 總統我常常跟他在講話 但是 特別嘉義縣的問題 當然是 也是 著重在一些地方的建設 包括 當然是最近比較熱門的 所謂 嘉義縣 民進黨 現場出現的問題 嗯 當然他還是會問 情況怎麼樣 我都會簡單的跟他做一個說明 大概 目前 嘉義縣的現場出現 嗯 現在呈現了算是一個很激烈的一個 情況 嗯 兩邊陣營都卯足全力 嗯 希望在這一次的出現 能夠勝出 能夠代表民進黨 來參選下一屆的現場 大概都是在講這些 是是是 我覺得你來也是這樣做官樣文章的 他不可以多講一下 蛤 不可以多講一下嗎 對 民鳳 因為 委員其實已經是選隊會召集人 選隊會召集人 大不大 很大 多大 這麼大 現在還是有影響力吧 當然有啊 南部以下還是這個 陳委員的天下 這個整個 其實他以前也是要不只協調嘉義縣而已 嗯 嘉義市也有 台南高雄屏東這些都是他管的 嗯 所以說他過去 如果在以前來做召集委員的話 那個選 他的權力是很大 而且協調 他協調能力也特別好 喔 所以蠻有效率的 這樣 其實選隊 選隊的召集人其實沒有什麼權利 嗯 應該這樣說就是說 其實民進黨的選隊跟 國民黨的主公會會是不一樣的形態 喔喔喔喔 因為這是 其實民進黨就是提名就是有一定的基階 嗯 反正最好你所做 做協調的工作 對 這樣而已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管理 所以順顧有這些主語說 做選隊會的召集人會不會影響到 嘉義現場出選的公正性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就宣布說好 那我就吃掉 你沒用說話 對 值得要召集人 大概是這樣子的 明文 你覺得嘉義官有危險嗎 民進黨 嘉義官應該是 整個民進黨來說是沒有危險 但是來報的問題是 我覺得是有史以來 好像是最嚴重的 我剛剛看到陳委員 因為我跟他認識 他從國民黨的時代我認識他 然後我就取笑說 我看我認識他這幾年 他這兩年是蠻衰的 怎麼說 我覺得他以前就是 就像我講的 就是在嘉義縣以外 這個地方也是呼風喚雨 那這次我覺得就是 可能在嘉義縣內部 其實他跟張縣長之間 過去感情真的很好 過去我們常常也去嘉義 然後他們兩個都會一起出來 跟我們聊天什麼的 那這次會張縣長或是 這部分會變成這樣 其實很多朋友都覺得很驚訝 真的就是說沒有想到說 原來合作無間的這種工作夥伴 然後突然在一夕之間 或是說一段時間 就這樣子好像協商都沒得談 都沒得談的樣子 然後就開始翻臉 然後進行這些 我也看過很多文宣 我覺得那個文宣有時候 真的也不是很妥當 就影射來影射去說 有人去什麼中央當官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那些我覺得看起來 對民進黨就算選贏了 也是很破碎的民進黨 我覺得那整個對民進黨形象 都不是很好 我覺得基本上還是要站在那種 比較這個公平 反正我們現在有初選嘛 初選就全民調 是個公平的機制 就完全照那個來 然後講政見 然後講這個 你現在覺得初選誰贏 初選應該是 陳委員支持的人會贏吧 喔喔喔 有平調了嗎 都有平調了嗎 應該是有基本的比較 但是差距不大 所以還是苦幹 差距不大 對 就還是有拼面啦 就是還是會 要辛苦一點這樣子 陳委員可以說這個事情 發展是你死掉未及嗎 可以說我從政 這麼久以來 多久 四十年 時間來很久啊 公平有時間也正在等 四十年喔 從政四十年沒有碰過 這個是一個很長久 一起合作的政治夥伴 那忽然間翻臉 那這是我數料未及 這幾次事 但是我是覺得嘉義縣 也很久沒有所謂黨內的出選 所以這個黨內出選 我自己想想 我會從正面去看 就是說因為大家認為 大概整個嘉義縣的政績 這個難力的 大概已經差不多六四了 所以主要爭取到 民進黨的出選贏 可能就會引起下一屆的現場 所以這一次才會那麼的激烈啦 所以從競爭過程中 我是從正面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啦 我也覺得民主政治本來就是這樣子 況且民進黨就是民主的一個政黨嘛 就是用出選的一個機制來決定下一次的一個候選人 我是覺得這也是 還是很正面的 那任何一個人要代表民進黨參選 也不需要說誰說的就算了 是給嘉義縣的所有的縣民來做決定 那這個出選過了 他就有正當性了 他就可以代表民進黨 那嘉義縣人機不在人行 真的嗎 人機不在人行 所以人民進黨這幾千機 其實算了可以代表民進黨 拿到這幾千機 大概他就可以引起 不會分裂嗎 我不敢說 但是民進黨的優勢也就在這裡 就是說自然在出選過後 那麼就會慢慢去紅河 那況且大家都了解 離開民進黨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移開民進黨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對 因為民進黨的支持者 不會支持叛徒 對 不會支持叛徒 跟國民黨不一樣 所以大概移開而已 國民黨可以 國民黨可以國民黨跑去 那個新黨新黨跑去親民黨 又回來都可以 都沒問題 是 所以我是認為大概應該嘉義縣的民進黨支持者都有一定的智慧 他們是可以去判定到底未來整個民進黨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奇數 也就是說什麼人如果離開民進黨 當然有可能去民進黨再直接拋棄 所以我認為未來只要出選過後 大概民進黨就可以慢慢慢慢團結 是 我講實在一位 就是說你嘉義官 這個地方嘉義這個地方 這個民進黨陳明文在這邊就是影響很大 它是2001年你嘉義民進黨嗎 對2001年民進黨徵招 我參選嘉義縣的縣長 那個時候的官長我都記得幫你查 如果說得不對你怎麼糾正 那個時候的官長他拿了47.2%的選票 國民黨拿了44.2% 嘉義官過期不是民進黨這張嗎 不是 所以你專民進黨之後 從此嘉義縣就綠化了 那第二次的官長呢 他第一次拿了47.2% 第二次拿了63.3% 變成63比37 那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你拿了很多票 不過這個就是說 陳明文在嘉義縣 民進黨還真的是要感謝你 所以六比四應該也不只是 其實不是我個人的厲害不厲害的問題 而是嘉義本來就是支持本土路線 其實這是路線的選擇 所以 路線 路線的選擇 嘉義哪有什麼路線的選擇 就是我們很本土 嘉義人就要支持本土路線 所以我在國民黨的時代 我們立法委員在做總統 就在走本土路線 對 所以我一陣會記得我在立法委員 我就做一個出擊團體 新台灣 新在台灣新台灣 新台灣運政聯盟 那也就是說 我們就開始走本土路線 那麼到2000年 這個阿伯當總統以後 然後2001年 民進黨徵召我 來選這個嘉義縣的縣長 那其實這是一個 這個 這個選擇 路線的選擇 因為我 我回憶當年 阿伯要用保陰的時候 我回去一直教育 阿伯這樣 和人在擠南非 很多人就跟阿伯說 阿伯千萬不能去保陰阿伯 絕對不能去保陰阿伯 那是紅山軍時期嗎 不是 那是早期 那個 第二年 這個 第一年 大概是 第一年 阿伯當總統 第一年 那就是2000年來 2001年 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阿伯要用保陰的時候 就很多人 看著我 不能保陰 我印象很像 我剛才一次 在我們一個 拍攝的一個集會中間 那過去都一直在我 我問說 支持我保陰阿伯的人 怕手 支持我保陰阿伯的人 怕手 像頭上一塊 像兩三個怕手 看一看 不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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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我放下去 就表示說 哇靠 像我整間 大家都反對 我支持保陰阿伯的人 所以那是一個訊息 所以2000年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原來我的支持者 基本上他都已經選擇走本土路線 所以那個時候是一個 在嘉義這個地區 是一個路線的選擇 不然那時候我在做生議員的時代 特別說我們宋淑儀也都很好 那時候你要公民黨 對 宋淑儀也公民黨 他也都很少 才會選議員 所以說起來 宋淑儀和我的關係 其實當時也不亞 他跟劉文雄的關係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是一個政治人物 你在這個地方 你的政治生命要繼續延續 你要自己去選擇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這些人就是要支持本土的 就跟我們說 你在國民黨很好 我們就要支持李定輝 你現在已經政黨倫體了 我們就是要支持民進黨 支持阿伯 這就是這個路線 所以我們這就是 要讓我們支持 要讓我們支持 支持阿伯 這就是這個路線 我一回到代表民進黨動選管理後 我就開始改造整個派系 過去的派系有派系的思維 所謂派系就是人與人的關係 在說人與人的關係 對 說人與人的理由 說派的理由 但是一回民進黨之後 政黨有政黨的理念價值 所以談的是理念價值 談的是路線 阿伯就是在顧台湾的政党 對 教育的發展 所以這就是變成 是要政黨 政黨的這個 這個體制來 在運作 經國的這個 教育的這個政党 必須要去做 教育改造 也就是說 我們要用 要讓更多的人 跟民進黨的人 能夠接觸 甚至於能夠請他們來演講 那麼來講一些理念價值 是 讓整個民進黨的 過去支持我的這些人 能夠真正的 了解民進黨 然後來真正的來支持民進黨 所以這長期 經過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很多人說 教育官 當你問起來了 不是那麼簡單 很多的過程 不能簡化 很多的過程 是用很多的時間 去努力 一步一步 他也是民進黨的啊 我也沒有說 他不是民進黨 對啊 但是就是說 民進黨低調 是本土路線 就是說 國民黨 我們都 他們兩個不是 國民黨就是要走 中國路線 當然民進黨 是走 台灣的本土路線 但是 還有很多的是 所謂的民進黨的 理念價值啊 所謂 我們在說 青年青春愛相途 這也是民進黨的 這個理念價值 所以這個事情 當然就是 我一直認為 譬如說 在教育官 的兩個候選人 我一直認為 翁張良 他基本上 他是從 年輕時代就是 搞血印 他好像是野百合的嘛 野百合的 中正廣場的 總主緯嘛 他就 因為那個時代 一直搞農運 拿農民 政策農部 然後 社會運動 反對運動 他就 他落在 民進黨還沒進行 的時候都在 體制來 為台灣社會 然後 民進黨慢慢 開始有 抵抗的政權後 他就在抵抗 抵抗 中期政府 台南管政府 其實還要加益管政府 讓阿威 教育領地做 一直到中央 再接一遍的論題 對 然後蔡英文 就跟彥人 去農學位 去做副主委 所以就是說 他是 三十幾年來 我看他 是和民進黨 一路成長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說 他對 民進黨的那種 理念價值的堅持 民進黨的立場的堅持 是 是 整個人 做比較 是 特別 比較有 所以這是我們 覺得說 這個 這個 會跟我們的管長 我們要支持什麼人 其實我常常說 我會地匯優漢 你說我沒說太清楚了 你如果優漢 我再說一遍 給他太清楚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嘉義線 不然你說路線 就是說 翁張良是怕民進黨路線的 但是我們都 張花冠 我講這個話 還沒有再跟張花冠 張明達跟翁張良 做路線比較 沒有 對 我再講的是嘉義 嘉義的當時是 我們會加入民進黨 基本上是路線的選擇 現在是馬上跳到 這個選舉 那我們現在不再談選舉 我在談整個嘉義是 比較認同本土路線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說 談到嘉義線的這個初選 基本上我個人是覺得 這一次其實 是一個 等於是 派系 跟政黨 派系的一個時代 跟政黨政治的開啟 的一個拉扯 簡單說就是 我請來 你跟嘉義官 在今年十二月二十 張花冠的任期就要結束了 那張花冠的任期結束以後 也就是可能 就是張花冠 包括過去的 像說 翁崇津 還是李亞正 包括今天 我坐在這裡的 大明文都可能會在 這個時代 就要做一個結束 甚至拍戲的時代 要做一個結束 未來要有一個 新的一個 政黨政治的一個 時代的開啟 這個政黨政治的時代 就是我們在說 新嘉義 新嘉義就要有新的一個 思維模式 新的一個 一股力量 所以我們在講的就是說 未來 在新的一個 政黨政治的一個開啟 必須要選擇一個 好的 有理念價值的 能夠堅守民進黨的 這個 縣長 候選人 我想大概是這樣子 來 羅恩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有喔 什麼意思 我們都聽 我看今天好像是他的專潢 你說什麼 好像是專潢 沒有啦 沒有辦法讓他說那個 他就說 他說 他是很值得敬佩的一個 一個那個 民意代表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 以前在立法院 很豐富 對 講話大聲 又很怕 所以那個 其實要當一個領導者 要相當的霸氣 你說 要說話 大家看下去會怕 對 所以那時候 他不只要霸嗎 我們那時候在 國民黨那時候 在立法院 雖然是執政黨 對 有時候如果一些政策 要去那邊 大會表決的時候 喔 他一隻拆的那裡 拆的也跟他不走 是 就很有分量 對 那當然從事那個 他從那個 審議員 一路走來 因為從這很久了 對 所以他當然他在民進黨裡面 有分量 那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 不一樣的地方 那當然他以前是國民黨 後來跟國民黨 理論不合 就離開了 對 那從國民黨離開到民進黨 那個民進黨的人會支持 而且會那個 而且還會把國民黨的一些票 帶過去 就他原來還是國民黨的 對 那他是國民黨的支持 他也有他國民黨的支持者 所以他在他那個在嘉義縣 他能夠當時會贏得 贏得那個 縣長就選舉會贏 他有綠的支持 因為本來是 以前那個嘉義縣也是那個 國民黨長期以來嘛 因為他有拉到那個國民黨的票 所以他就當選 對啊 所以國民黨輸掉 但是呢 如果說是為民進黨 離開到國民黨來參選 他一定拿不到民進黨的票 當時我們那個高雄 高雄不是那個 楊秋新 楊秋新嘛 當時那個金輔珍跟馬總統的盧毅算 我們說 我們去高雄 我們派楊秋新去選 我們國民黨有我們的基本盤 對 還有楊秋新有 有那個原來的綠的支持者 他把他抓一割 對 你如果高雄那個國民黨原來的支持者 綠的再拉一些過來的話 那就會贏了 對 其實當時我有講耶 可是我那時候被人家罵他 他說我在唱吹 我說綠的絕對不會支持叛徒 對 所以綠的票不可能投嘛 我說你國民黨的票能守住 這不錯了 怎麼不可能去指望 綠的會來支持他嘛 所以這個是 國民兩黨支持者的最大的差別 謝謝 來 黃老師 佛兄 看起來民進黨支持者的 爭操觀念比較強 政治爭操 對 政治爭操 對啊 一妻不施二夫嘛 對 只能夠一個 好 那其實從陳明文跟 陳明文委員跟張花冠縣 我抱歉 我吵我 就是說他的路線 他的意識形態 不容汙染 對 應該是這樣 他真順 對 真有理想性 對 所以說從陳委員跟張花冠縣縣 的關係 證明一件事就是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希望他們未來能夠合在一起 也可以證明就是 以後再合 也有可能啊 對啊 選完之後 陳委員願意嗎 陳委員 陳委員有嚇到 陳委員被嚇得很厲害 委員願意嗎 願意 我願意 願意 要在婚禮上講 要不要願意 你願意害得 願不願意嗎 我原來嚇了一聲冷 不過為了台灣燈節是需要 因為之後台灣燈節 要再嘉義先辦嘛 我想兩位應該可以 合在一起 一起居心 有啦 他們兩位都 有三個都會做會 但是就不說話 對 不互動 但是也可以證明 從肝膽相照 變成肝膽劇烈 對 對 那未來當然希望能夠 走向美好的在 不是不是不是 感覺是未來能夠一起合作 他說從政四十年 他死了未及 對 差點都叫共隔 差點都叫共隔 差點共隔 有撤到嗎 撤 沒有啦 沒有撤啦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撤到 快過年了 我們希望大家 因為我想 因為坐在 我覺得 他們兩個 你有可能用騷擾去 他有疑中 對啊 但是後來好像是 不起訴 不起訴 已經不起訴 對 不起訴 這是不只掛詞的事情 而且這是一般的 除了郭敏祥特 比那些人知道 這大概是不可能會起訴 也許有人要操縱彰化官 呼籲操縱他 要去告我這個動作 有人要操縱 對 為什麼你這樣判斷 這就不用判斷 這就是知道的事情 才有判斷 我沒有願意說出來而已 對 這個不需要講 對啦 不需要這樣說 這就不用判斷 就是寫事實 他是 你把裸肩之後 他隨機跟你說 搭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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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肩發音沒有清楚的時候 會有點 以為是裸肉 搭肩 搭肩 我只是很生氣的 跟他講說 我某天某日 就要不宣判 你為什麼叫某某人 這樣子 這樣會先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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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也沒有辦法死 我只是靠著 我這樣子而已 對 搭肩 外面都是要漏肩 沒有啊 沒有啊 只有今天就 這個用紙只有你講 我可以找給你看 要煮這麼簡單 怎麼會帶船 沒有漏肩 搭 搭啦 是他們跟我說 這事情已經 好幾次 喔 會啊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怎樣 嗯嗯嗯 謝謝 我坦白講 我不把這件事 當成是一件事情 是 因為我認為這件事情 是帳化關的事情 不是 不是社會的問題 也不是我的問題 你也輸了危機 說他會給你顧 欸 對啦 我也是輸了危機 事實上 事實上我也不知道 說他的個性的票 都變成這樣 不然他個性不然 起碼這個個性不然 起碼這個個性不然 起碼他的個性 是我的伴侶 他不會去港 告公 你給我這個性 而且是一個沒有事實的事實 事情 才會去搞 這點是我數了危機 是 你以前跟他熟到 有搭過他的肩嗎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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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肩是沒有 並肩是有啦 並肩 並肩那沒有問題 並肩沒有問題 如果你要用肩 來做文章 並肩作戰 自由 因為死了危機 的意思就是說 我實在這麼久 你怎麼做這個事 對 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問你 你以前跟他有多熟 熟當然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無話不談 尤其是選舉機閃 大家這樣 大家在拚 所以 所以這要熟到什麼程度 你 要跟我講一下標準 我才會跟他講 就是說大家已經是 把酒 大家喝酒 開港 對不對 打錢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說 張華監大概 過去幾十年來 大家就一起打仗 而且過去嘉義線 派系對立很嚴重 所以 黃林兩派 你是林派的嘛 對 黃林兩派 國際 對 而且我當縣長以後 其實 也有什麼事情 他還當立委 也 一定要 一塊討論 對 當縣長以後 我當立委 其實很多事情 也都是醫藥 一定的啦 都很緊密的聯繫嘛 對 所以說 說多手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政敵是 演變真的意外 很意外 因為事實上 我個人也一直覺得 我也在反思 到底發生什麼事 也沒有利益衝突 沒有說 說有什麼利益衝突 或者說政治立場 有什麼 不對啊 為什麼忽然間變成這樣子 其實我 我會問你一個問題嗎 政公國進行 就是說 假定 張華監願意 你願意跟他 兩個人在台上 講個話嗎 講什麼話 為什麼 把這些誤會澄清 為什麼 沒有誤會啊 沒有 但是理念的不一樣啊 而且他現在 他現在要阻止的是 趙明堂 我要阻止的是 翁張良 所以沒有什麼誤會的問題啊 就是大家 各憑本事 大家 把這個 出選把它做完嘛 以後 這個自然 民進行就會去做 政府的動作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可以再做個結論 聽起來你的意思是說 選翁張良就是路線嘛 就是民進黨的路線 不是 我是覺得翁張良是 翁張良是 從年輕時代 就跟民進黨一起成長 對 我的意思是在講 這樣 那加於過去 加於長期以來 就是支持本土路線的人 對 那張明達有嗎 有長期跟民進黨走上來嗎 這張明達過去也是跟我們大概一次一樣 過去也是走派系路線 喔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邊就是要派系 派系的時代要結束了 我們要走政黨政治的路線了 是 我們現在就是說 政黨政治是一個 新的一個 這個 時代的開啟 那 要找一個新的領導人 這個領導人 應該是翁張良 才能夠堅持民進黨的理念家族跟立場 OK 好 我們其他的來賓都要補充 不好意思 這不是專訪 都是要讓他 他這麼重要的人 讓他表達一下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看政治到了 不好意思 這個範老師剛剛跟你打斷 你要補充什麼 沒有我覺得當然司法也是還給我們陳委員一個清白的 就是說這個性騷擾 其實 這個人 這個男人 老黑是很難聽 對 因為性騷擾 當然有兩種主觀的概念 一個就是女性 她覺得不舒服 對 不舒服的時候她就覺得 但另外一方面 也要看男性有沒有這個範義 但是我認為陳明文委員是應該沒有這個範義 沒有這種欲望 因為她跟張縣長已經很熟了 根本就算是八滴八滴 所以用這個方式 我有講個什麼 就是說 要嘗試就是說 你那麼多人 還有那麼多人 你還要去騷擾 對啊 那實在是陷阱 不是 第一天是沒有感覺 三天後她才說性騷 經過第三天以後她才開記者 第三天才覺得不舒服 還是沒有人不舒服三天了 沒有人經過三天以後才感覺不舒服 當下就會感覺 當下感覺 沒有人忍三天啊 對 忍三天我是不敢講 還有潛伏期 潛伏期三天 對 三天以後她才感覺不舒服 有什麼 你覺得她是有什麼三天後 你覺得她不舒服 不是 有一天就是陳時中部長到嘉義來 衛福部 對 衛福部長來看一個十安大樓的事情 人走了以後不談衛福部來看的情況 直接談這個他被性騷擾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是經過三天以後才 所以這點是我覺得 想說那天的鄉鄉 那天就沒有感覺 那天三天後才突然感覺 看起來那天是廟灰嘛 很差的嘛 人很多嘛 是 我才會去跟他這樣押在他的旁邊跟他講 這樣 算是把你 你把他押忍 你把他押忍 說怎麼有人這樣 你像這樣對我這樣不夠大事 你做的時候還覺得說 大家要留一點遺地嘛 是 我覺得起碼大家都過去都很小 感覺說 你怎麼會這樣做 對 他還說好 那天我無關的無關的 不知道說三天以後 竟然告我 三天後才感覺不舒服 你覺得後面有人在那裡嗎 對啦 對 就是後面的人 有人在抄弄那裡 對啦 不然他會 三天後才會感覺不舒服 那後面 那個人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 他又不知道 目的什麼 目的當然就是希望用彈花罐來打成名文 他會最高興啊 對 那你們兩個又要再選舉了 不 因為他打我不對 當然要用彈花罐來打成名文 對啊 打成名文是要打王張良嗎 所以他認為說 鬥錯成名文 這個 這個王張良 就可能就不會贏 這個策略啦 這個是 這個是我自己猜測的 你現在面對王張良跟張明達 怎麼樣 對我們做的 我們是覺得我們贏 好 差多少 當然 差是這樣 就是大概 差5%至6% 所以 所以也不是 搭得很開 但是我們還要努力 了解 了解 謝謝 我想這次的嘉義來講 應該來講就是 怎麼樣 就是 陳委員跟張花罐這邊能夠 最後能夠 不管誰贏 大家都能夠尊重對方 因為這次有三個地方大概都是 民進黨應該都是綠大於藍 但是就像台南市也是 高雄市也是 加上這次 從選贏就贏就對了 對 所以選前的這種激烈程度 是真的刀刀見骨 但是就像小英在接受 宏裕大哥訪問的時候一樣 就是民進黨每次的初選 都是一場 內部的很大的一個激烈鬥爭 但是選完之後 是不是大家能夠 放下成見 共同來為這個 之後的選舉 來做努力 我覺得也不要太輕忽 雖然現在 如果真的 假定說 翁張良出現了 需要陳明文去跟彰化罐 點個頭嗎 我主要來認為就是說 最好 大家不喜歡 總不要讓外面人看笑話 因為兩位都是民進黨 在嘉義縣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而且也讓嘉義縣遊覽轉綠 特別這方面委員的貢獻非常大 那今年也好不容易 爭取到台灣燈會 在元宵節 這也是讓嘉義縣走向國際 這是一個好機會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千萬不要親者痛仇者快 那特別就是 國民黨目前看起來 大概是 據說是王玉民 是有可能代表的 但是他是兩屆的不分區立委 但是我覺得以他來講 要不管是對抗翁張良 或者是張明達來議長來講 基本上應該都有 相當程度的實力的落差 是是是 怎麼樣能夠 在初選完之後 大家能夠療傷止痛 共同走向一個未來的執政之路 是比較重要 是是 董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今天錢好慘 這個陳明文大概不好意思 講太多了 怕以後 初選結束之後 那個縫合 縫合手術不好說 我們怎麼講 他跟張花冠小花縣長 我舉一個故事就好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在馬英九總統後期的時候 他們兩個同時陷到一個司法偵辦 差點被羈押 那個鄉長花園那個園區 我已經陳明文還結識了 那時候是要一起辦 那 我印象很清楚 因為那個案子其實是被辦第二次 以前曾經被辦過一次 後來辦沒有結果 所以調查局也就沒有移送 對 然後那個案子是第二次 第二次的時候 調查局跟當時的嘉義地檢署有爭執 那個當時的嘉義地檢署是認為說 這個案子還是不夠 那 但調查局堅持 堅持要移送 然後後來 結果 在那個檢察長要離任之前 嗯 我怕我記不清楚 如果 我記得後來是張浩冠被起訴 我直接不起訴 對 但是張浩冠 可是他們兩個的命運 當然是綁在一起 嗯 那 那個事情就是說 他們兩個要共同面臨那個 那個 檢調的壓力 嗯 那因為我們從頭跑司法 所以我當然知道說 這個案子大概 不會有大事是為什麼 因為我 我聽到了 我不要講誰講的 嗯 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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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這邊 跟調查局系統 意見是分析 嗯 那你從那個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時候那個 國民黨要打嘉義有多困難 嗯 因為那個是在選舉前一年吧 還是快要選舉 那陳明文那個時候在嘉義 也有一個小故事 可以講說 為什麼他 他後來變得很重要 嗯 我們以前在跑離任會時代的嘉義 三分天下 嗯 基本上皇派 大概佔四分 哦 黃派一向 李當時是審議員李亞錦 現在選縣長 當縣長 對 然後陳明文當然是審議員嘛 林派嘛 林派嘛 三分嘛 對 民進黨也三分 六比四 六比四 林派加民進黨 哦 那 林派 不好意思 因為林派長期是沒有拿到執政權的 嗯 林派就只能保這一席審議員 嗯 那所以這個這個這個結果一改變的時候 你看後來黃派 當年黃派是碾壓 呃 碾壓到說 呃 林派其實是很難打 那一直到 陳明文把林派帶 呃 帶到民進黨之後 那個是反過來 民進黨碾壓了黃派 嗯 就是嘉義沒有國民黨 嗯 嘉義是沒有國民黨的 是是 那走到今天 今天這個這個這個狀況 就是說張明達 那 因為張明達是議長 嗯 那 你看你如果前 前一陣子張明達的造勢 喔 就是各鄉鎮 18鄉鎮都在擋了 搞一萬個人 嗯 然後表演 那個那個動員的model 是跟以前國民黨時代有點像 嗯 那還有 有一些國民黨的 現在國民黨會去支持 有人表態了 喔 有議員啊 有一些議員有在表態 所以 現在我們在觀察 重點是這樣 就是為什麼說這是一次嘉義線 就是嘉義線到底是 政黨政治還是派系政治 欸 如果 如果 張明達初選贏了 就 就沒什麼好講的啦 嗯 如果輸了以後 他會不會變五黨 然後 國民黨繼續支持他 因為你讓 你讓張明達跟 喔 這樣比較貴 比較減嘛 喔 因為選舉 選舉是要花錢的嘛 那國民黨誰要花這場權 誰要花錢選這個嘉義市市長 嘉義線線 都 把握很低很低 就借力實力最好用 那張明達以前 其實也算國民黨 他說五黨級 就基本上派系 喔 那所以 所以這事情在看說 包括 張花冠跟他後來在這個事情鬧翻了 欸 欸 所以 民進黨等於是 處於內亂 喔 所以 如果 甚至我那麼講 就是說 如果 張明達輸掉了 張花冠一定管得住 勸得動 張明達 這到時候充滿了問號 對 所以 剛才我跟陳文在講說 其實 我覺得他好像不太好講 因為他構成了醫院的 這個狀要怎麼修正 大概也可以從這個意思去看說 為什麼說 嘉義線 他是不是真的蛻變成政黨 的路線問題 還是他還是會保留原來的那種 農業線的那種派系 這一局就非常有趣 欸 所以有可能 這個是猜測的 就是他的分析就是 張明達會 有可能 總共退黨 總共共國民黨 這樣有可能就 和你死了 難回答 這一次 這一次其實 看起來 很多的國民黨都已經公開都站出來了 就是張明達 這個 這個也沒有什麼好避諱的 地方上是 而且大家 地方上大家都 都看到 公開 帶著到處拜訪 或者站台 甚至於 去動員 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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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造勢 大概都國民黨 前面介入也大概有八九十 大概都前面 所以我剛才直接講就是說 這個初選結束之後 張明達的動向不一定是張花冠現場 能夠影響 因為張花冠等於是 把我歐三十年來反對我的人 都全部串聯起來 大概是這樣子 反陳明文 他鎖定陳明文 然後就是這樣子來迎接他們的一個項行力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一次的選舉 看起來雖然是民進黨的現場出選 但是好像有一點難力對解的樣子 呈現出來 這是比較 這個在嘉義縣是比較 覺得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好像 國民黨比民進黨更積極要 要關心這一次民進黨現場的出選 而且我們那個張議長 做人也比較害怕 所以他有載到救錢給人 他才有錢 他才有錢 他有錢 做生意 做什麼生意我沒有了解 我只知道他有載到救錢給人 這個人員很好 賺幾萬塊總有 那幾萬塊後面 不知道用什麼做單位 才有錢 你拍攝錄影你要補充嗎 沒有啦 那個 我想那個嘉義縣 那個嘉義的關係 應該是 當然現在國民黨 現在是在欠進那個王毅民 那個 因為他跟那個嘉義縣表演員 對 但是我也知道說 你這麼長期以來 那個從我們那個陳明文委員 他當選現場以後 幾乎都是綠的天下 我們都不可能了 是 至於說國民黨 會不會去跟張明達合作 我是覺得說 這個當然有待觀察 就是 就是因為國民黨不像那個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 他可以說 那個只要勝選 只要我能夠贏過那個 那個國民黨 我身材的那個都沒關係 我中心思想的柯文哲 他才能提名 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還是有 有一個機制在 你說 今天你說 要去跟張明達合作 你說張明達用一個武黨籍的出來選 對 除了他加入國民黨 國民黨好像沒有說 我去跟一個武黨籍的合作 那讓他出來選 能夠打倒民進黨 好像政治上 對啦 這是政治正確 對啊 政治正確 可是國民黨還沒有 那個腦筋還沒有轉到那個地方去 不會啦 國民黨一定有那個腦筋 所以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還是有觀察 因為我的了解是 很多人大家都在欠金的王一鳴 王一鳴 形象很清新嘛 而且不分居嘛 協力也不錯 長得也不錯 啊 還是有一波嘛 其實本來當初 當初啊 那個時候當然當然那個 國民黨都一直認為說 嘉義是 從我講的話 我覺得他形象真的不錯 但是他比較沒法 嘉義人的開口 他應該是這樣 本來是 國民黨是對於嘉義憲 本來是沒有存很大希望 對 我就覺得說 可能會輸掉了 前面有花文之亂 所以還有一點 現在有花文之亂 不好 一般我們選舉 有選舉過的人 都知道嘛 你如果有參加初選 而且是一個很激烈的 那個初選的話 選舉之後 初選之後要整合很困難 所以你各個等於說 就剛剛提到說 會集結一些反成民魂的力量 到底在嘉義憲裡面 反成民的力量有多大嘛 你如果那部分 又加上原來國民黨 能不能贏嘛 這個就是要去評估嘛 那假如說 評估還不贏 自己派人選 對不對 你如果說 你要去 那個時候會 民進黨會去支持 柯文哲的時候 那時候所有民調都 柯文哲最贏嘛 所以當然當然 他們可以一直做嘛 柯文哲這個事情 因為他剛才 陳委員有說到 六三幾千 等一下再請教 因為一座會 選對會的召集人 他剛剛遲掉了 等一下他請教你 我可以補充一句話 沒有啦 你還可以補充一句話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希望嘉義憲的 民進黨的現場出選 是發文之亂之爭 不是 我想 這是 這是 民進黨的一個 出選的一個基礎 簡單說就是 翁張良跟張民進黨 已經都正式登記了 所以他們就是理念 這邊去拚初選 這次的主張 這樣是路線基金 這已經和我都無關了 所以以後 不能再說 什麼代理人 還是跟陳明文 跟我們都已經無關了 可能一開始在推人選的時候 有個人想要推人選的 不同 但是當人選都已經推出來了 我們就是 已經 甚至於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我們可能在 12號10號以後 張華冠卸任以後 這些過去傳統的 所謂派系人物 就慢慢就要結束了 所以我說的意思是 所以就是說 他們現在新的一個 時代開始 這個政動政理的時代 就是大家要去找 嘉義官的 到底 新的一個政動 這個政黨政治的時代 新的嘉義 你到底是要選擇 翁張良來帶領嘉義線 向連走 還是要選擇張明塔 事實上 這就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康律 也是嘉義人 大家要去冷靜 去思考的事情 所以這是 所以我一直要 要強調說 以後不要再講 陳明文跟張華冠 之爭 或者說之亂 或者什麼代理人 這個已經結束了 嗯 階段性的任務 我們已經結束了 我們可以推出來了 大概是這樣 你說的派系結束 你說12月20日 張華冠卸任後 張華冠卸也可能 這個結束 你也結束 時代的結束 不是人的結束 是派系 時代的一個結束 我在講的時候 應該是 12月20日 就是張華冠卸的這個 卸任日 那可能 難怪也派系 蘇維的這些派系的 政治人物 這個時代就要結束了 我應該講的是這樣 那新的一個政治時代 開始就是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就是 理念 價值 我想這個就是 必須就是我們要 要尋找一個新的一個領導人 OK 好 這個 鄭知道了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單元 那麼我們要來聽聽 面對這樣酸情 少年人是怎麼苦手選情的 我們來看視網模 各位好 這裡是正眼看新聞 我是主播視網模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4號 我們將再度迎來地方大選 在上次的選舉 駐倒胡孫散的情況之下 執政黨 民進黨 在各個縣市 佔盡了優勢 也因此 民進黨的黨內初選 反而變成各個候選人 廝殺到戰況焦灼 難分難捨 難捨 難捨難分的激烈情況 尤其在一項偏綠的 濁水溪以南 高雄市與台南市 在民進黨長期的執政之下 早就已經綠化成綠色鐵票倉 分別是吸引了四位 以及六位候選人 來激烈搶位 而目前已經頓逃到英國 當職業學生的太陽花手 牟林非凡先生 日前則是鐵口直斷 他說台南市可能會派出 一顆西瓜來參選 可是我們在政治上面 呈現另外一樣 我們在政治上面的處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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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派一顆西瓜 我不要從來的到 就是說 可能 派一顆西瓜都會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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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神都開口了 你們四個血肉之躯的凡人 還爭什麼爭 FUN 最後會出現的 絕對是一顆西瓜 那麼這一顆西瓜 到底是誰呢 雖然他還在猶豫掙扎 但是本台已經掌握到了 這個西瓜大獎的獨家消息 本黨只要派出一顆西瓜 就能勝選 我想我的優勢在於 我就是那顆西瓜 嗯 這個面相看起來 是真的很會西票呢 不過說到西票 宜蘭縣的代理縣長 陳金德的兒子 發明了一招衝入民宅搶接 民調電話的新招 本台在此分享給電話民調 被綁架的候選人們 來參考一下了 而我們也將鏡頭轉回 民進黨最舉棋不定的天龍地區 在蔣萬安先生 宣布不參選之後 中華人女們最關心的就是 民主進步黨 究竟會不會推出人選 與柯文哲共同較勁呢 我們來聽聽 總統蔡英文女士怎麼說 他必須做的事情 就是對台灣價值的這件事情 再一次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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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市長應該是很聰明的人 他應該知道怎麼做 我大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此話一出 柯P也不斷的追問 究竟什麼是台灣價值 其實選民最愛聽的是 中國價值 僅值兩岸一家心的信念 兩岸一家心的信念 兩岸一家心的信念 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 顧及全中華民國14萬萬同胞 兩岸討好 才是咱們偏安首都市長 該有的風範 討論台灣價值是想要搞台獨嗎 小心這核心價值講不清楚 局處首長通通都會走光光 好的 以上就是 今天的正眼看新聞 代表眼球中央電視台的官媒立場 將時間盡頭交還給鄭大哥 好 除了嘉義官以外 嘉義士其實也有危機 我這個圖刑者其實做得不錯 但是民調都是沒有起性 那麼嘉義士會不會輸掉 另外他剛才說的陳明文 陳委員說的路線基金 台北區柯文哲要怎麼看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看正直到了 好 非常難得邀請到陳明委員 因為他非常正前市 那麼也是剛辭職選隊會的召集人 對選舉他非常了解 那我想請教一下陳委員 台北區柯文哲市長 你要怎麼評價 台北區柯文哲當然是在第一組的選舉 有白色力量的支持 當時 當時的民進黨是希望柯文哲能夠勝賢 所以當時是全力以後的支持他 但是當然以現況看起來 民進黨確實的基層對柯文哲確實很反感 很反感嗎 很反感 很反感 多反感 100分的反感 你覺得幾分 如果我覺得像現在 像今天說的 我看說我75分的反感 75分的反感 不是負200嗎 當然還要有一點點空間 希望不要跟柯文哲合作的民進黨支持有多少 我大概在講的就是75% 75% 所以這種基層的支持者對柯文哲 那我看起來 在小陽接受你的專訪以後 大概聽起來的這種儀器我們判斷 應該總統還是對柯文哲 還是希望還有合作的空間 所以